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又開始重新回來做視頻了 前面昨天找了一個加速器 可以上那個Youtube去找視頻 找素材 考慮做原創 現在那個好做原創是電影的原創 然後另外一個我想就做搬運吧 搬運但是好像他們說的沒發展前途 搬運的收益也低 而且那個不穩定 沒有固定的粉絲 但是做那個影視原創的話 因為做解說太麻煩了 就要看電影 然後還要寫解說字